来到莉莉的老家 彰化深港的定心村 村民听到她辞世的消息 都感到相当错愕 当地人说 莉莉近年来身体不好 一年多前她的女儿 把她接到北部照顾 莉莉当年跟刚满18岁的小镇 爱得火热 两个人回到深港 开了一家卡拉OK店 在淳朴的乡下地区 造成轰动 虽然这一段老少佩年纪相差了33岁 小镇的家人也极力反对 但两个人能爱得难分难舍 直到小镇后来去当兵 才宣告分手 但分手后 莉莉又与小她31岁的泰国籍男子结婚 但这一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很久 离婚后 莉莉的泰国前夫 在附近开了一家卡拉OK店 也交了新的女朋友 对于莉莉的过去 泰国男子的女友不想多说 过去的多半时间会跟你讲过 没有 村民说莉莉这几年来 因为酒病缠身 时常进出医院 最后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离开人世 曾经轰动全台的老少佩 也就此落幕 民事新闻李文华 张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报导